从右往左,从左往右,这样去用笔,我们眉毛它就是这样生长的,你要记住,你不要这样去用笔啊,眉毛没有红的去生长的,它是稍微略在一点牵斜去生长的,看到吗?这个眉毛很漂亮,不会,打个精神不会,老师稍微停下笔给你们示范一下,这个眉毛很简单,一定要把你们交会啊。 眉毛,首先它的一个形体,是不是这个样子的,像是一个,它是一个箭笔啊,眉毛是这个样子的,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呢,先找一找它的一个亮暗,上边是亮部,下边是暗部,眉毛生长的方向呢,它的前方是先往右上方生长,它的后方呢,就慢慢地变了啊,我们的眉毛在后方呢,就变成这个样子生长了。 我们就现在呢,毛发生长了,方向就给它弹性就可以了,这个听明白的同学,给老师扣个一。 前面,往右上方,一要往后边呢,它是往左下方生长了,就是眉毛的一个方向。 慢慢地,老师再给你们加强一下,顺便等我没有画完的同学,好吧。 它的亮暗对比呢,稍微要给它做得明显一点。 我们这个小眼睛,哦,老师这个眼睛画得很大啊,我让你们看得更加的清楚,所以画得比较大一点,可以让你们看得更清楚明明了。 好了,现在再把我们这个眼睛啊,老师稍微拿起我们刚刚用过的纸沙笔,我从学校里就画完了,很棒啊。 那它呢,就是哈比句话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视约课的话,可以接下来听我们一篇三节课,上午,中午,下午和晚上。 因为有可能的中学啊,它的一个上午和下午没有时间来听,并于这位同学呢,老师接着我们呢,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回放的课程。 其实我们视约课,相当于一个正式课的一个小样,你们发现我们正式课呢,跟视约课一样,不是这样的一个上课模式,只不过我们视约课呢,它是有回放的。 而且呢,回放可以看三年。 如果你看三年的时间,可能能把我们基础知识打牢,因为它可以反而不去看嘛。 所以小朋友啊,或者是喜欢会话,没有时间听的话,回放的话,对你们来说是比较好的。 这也是和线下的一个很大重要的一个区别。 因为老师当时在一考嘛,学校的时候,不管刮风下雨,都要去一个地方去学习。 那有的时候呢,和老师呢,并不能说上去几句话,全靠自己去摸索句话。 但是我们这日课呢,不光有办主任老师,还会有学管助教和你们的上课老师,帮助你们来解课。 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问题啊,或者即时解答,这个你们不用担心。 就怕你们不要认真去学,只要你们认真学,我们肯定能把你们教得很好,教得很会。 特别是对于一些喜欢会话,有的时候用钱学习会话。 因为现在呢,我们会赠送课程,赠送五门课程,价格很公道,而且呢,很长的价格,也可以学到很多。 三年以后还可以看吗? 如果你三年之后学习的,肯定如果你三年之后学习了,如果学习的,